節目中提及的症狀期成因及相應療法因人而異 觀眾有問題,請諮詢醫生 九成膽石是膽固醇膽石? 是 貧血和膽石有關? 沒有 切除膽囊是治療膽石的唯一方法? 是 不是嗎? 缺乏運動可以引致膽石形成? 是 多吃魚油可以預防膽石? 魚油…不對 歡迎收看新醫館 膽石可以說是一個很常勁的都市病 我們今天的嘉賓就是Kawai 你好 其實膽石來說,根據醫學研究報告指出 在西方國家,大概有10至20%的人 會有這個問題 而當中有八成人沒有明顯的病徵 自己有也不知道 香港的數字是怎樣? 香港的數字大概10人當中 會有一個人有膽石的問題 所以真的挺常見 是 但是我們新醫館請了嘉賓上來 他也是跟病有關 甚至是患病 但是Kawai 對,你沒事吧 你有這個問題 謝謝她的關心 你的膽子很痛 是 膽生無,不值得 我知道,這個大家都知道 不過真的,我的乾媽有這個病 所以我也很關心 因為原來她最初病發時也沒有精兆 有幾次跟她吃飯時 她也抱著肚子的胃位 就覺得很痛 我便說,你看看醫生 一定以為胃痛 對,有些朋友告訴我 有些人說,以為是驚痛 驚痛也這麼高 對,我經常都是這樣痛 是的 因為這個部位比較短 要短腳長,我沒辦法 但她經常抱著胃的位置 我說,你是不是胃痛 不如你去檢查一下,看醫生 你經常都按住這些位置 她說,對,我也覺得自己是胃痛 就去看醫生 就告訴醫生 我胃痛,醫生 她說,那我開胃藥給你吃吧 這個時間持續一年 一年這麼長 痛了一年 痛了一年 胃以為胃痛 一年只吃胃藥 是 沒人可以嗎 她有職業女性 經常工作 所以覺得不管了 吃一點胃藥 就完成了 但有一天她真的痛得很辛苦 她去看醫生 就說,不行了 醫生,我真的很痛,不行嗎 她說,不如你進醫院 照一照胃鏡 照一照胃鏡 發覺有個蝕肉 然後就割起來了 割起來了 就說沒事了 一勞永逸 但回去後不久 休養一段時間 又痛過了 連續做手術 她很害怕 不關胃蝕肉事 不關胃蝕肉事 她很害怕 糟了,難道又再翻法 或者其他地方有甚麼問題 就去問醫生的建議 醫生說,不如你去照腹腔 一照後 就發現原來膽子裡有石 有膽石 那怎樣解決問題 建議她立刻做手術 割了膽石 原來… 割了膽石 割了膽石 我說,割了膽石 那是怎樣 整個膽子割了 對 割了之後 在裡面找了一顆 兩厘米的膽石 兩厘米的手甲 對,但不知為何 整個膽子割了 她說割了之後 在她的日常生活 就有些影響了 對 更加影響到 之前你這麼喜歡吃東西 又喜歡吃熱氣的東西 吃飯也很麻煩 那怎麼辦呢 我也要和你吃飯 她現在和我吃飯的時候 就要少油 是 少煎炸 那為甚麼呢 因為她說 她回家時 一去嗚嗚的時候 那些膽膽是不可以凝固的 即是稀的 一定是稀的 可能是稀的 因為一有的話 就更加大件事 一定是小虎 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有膽石 可能家庭觀眾 看電視機 你有,你自己也未必知道 那究竟膽石是怎樣形成 還有會否有甚麼特別的病徵 不如看看醫生怎麼說 要了解膽石的形成 其實我們要知道膽汁的成分 膽汁的成分 最主要是膽固醇、膽紅素、膽鹽 以及水分 當膽固醇又或者膽紅素的成分 增加了 就會形成精體化 因而就形成膽石 而最常見的膽石 就是膽固醇的膽石 而40歲以上的肥胖人士 特別是女性的話 是比較容易患有膽石 而有些病人 譬如她有些內科疾病 譬如是膽固醇膏、糖尿 其實都會增加患膽石的風險 大部分膽石的病人 是沒有任何病徵的 有一部分的病人吃完肥膩後 會感覺到 右上腹會有疼痛的感覺 原來膽石真的很普遍 40歲以上的女性 對,淋肥瓶 淋肥瓶 淋肥瓶那些 對,你們兩個小心 謝謝 我們每集都有一段影片 裡面的主角都經常做錯事情 令自己不知為何會患上病 對,而今集的個案 Coco一樣在生活中做的事令自己有膽石 究竟她做了甚麼令自己有膽石 我們先看看個案 寶寶,過來吃早餐了,已經冷了 不吃了,我吃了 減肥也不可以不吃東西 行了,我自己會遷就的 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 寶寶,出汗了 很累 我看你今星期已經減了五磅,夠皮了 不如收吧,好嗎? 不行,我下距之前要減十磅 Cindy結婚,我一定要穿那件戰衣為止 十磅? 你減歸減,千萬不要節食減肥 做完運動,吃東西補充我 知道了,我之後就會喝低脂奶 很有營養的 寶寶,你最近瘦了很多 多吃點肉才有氣力 不用了,老公,你多吃點吧 我就吃蔬菜了,肉留給你吃 多吃點吧,你這麼瘦 不然人們以為我刻薄你 怎麼會呢? 怎麼了? 很痛 那我幫你看醫生,來 究竟Coco因為以下甚麼原因 患上膽石 A,不吃早餐 B,體重極速下降 C,牛奶 D,芥肉 好像幾樣東西都不太有關係 我覺得幾樣東西都不太有關係 為甚麼呢?為甚麼 因為都是一些都市病 因為膽石是都市病 剛才那幾個過程 循環系統突然間改變了 改變了 所以很容易… 其實除了膽石之外 有很多的病 我試過突然間會脫髮 然後顏色的皮膚變差 所以我猜… 是否跟著年期 不是 還未… 好 還未嗎? 還未到 所以我猜減肥 也會引致膽石的原因 真的不知道 但我選牛奶 就是喝奶 為甚麼呢? 雖然剛才那條影片說是脫脂奶 但是… 因為再之前那條影片 醫生不是說 為甚麼會有膽石的 就是因為膽固醇突然升高 即是你吸收膽固醇 然後就會結晶 那你剛才甚麼不吃早餐 減肥 又或者做運動極速瘦身 這些都是令人少了東西 你不是放東西下去 唯獨是喝奶 你就是放東西進身體 所以會否這樣令膽固醇有膽石 想過哪個才是對的答案 我們不如有請 今天另一位嘉賓 李明家醫生 好, 有請醫生 太好了 大家好… 醫生你好 醫生… 我們哪個答案是對的 誰是對的, 誰是錯的 其實是Kawaii 太好了 太好了 剛才醫生說甚麼 增加膽固醇 就是有機會患膽石 現在減肥 把脂肪弄走膽固醇 為甚麼還會有 其實因為有些研究 很多研究都顯示 其實如果你減肥減得太快 也是會增加患膽石的機會 大概是如果你一個星期 減得超過1.5kg 1.5kg的話 那患膽石的機會也會增加 為甚麼會這樣 有理論是 其實你本身 可能已經有一些膽固醇積聚在膽裡 那個濃度也會高 但未形成膽石 因為未形成的蒸體 對, 未形成的蒸體 但當你極速減肥的時候 那個濃度也會隨之餘增加 這樣便會形成蒸體 反而是這樣的 如果不吃早餐 有關係嗎 不吃早餐就沒甚麼研究 是清楚顯示的 為甚麼 我很喜歡喝奶茶 我進去茶餐廳 一定要點杯奶茶喝 如果喝了很多奶 會否怕會有膽石 剛才我聽你說的 你的理論 就好像是很判斷 但其實因為身體 自己是有一個調節機制 有時減得太多的時候 可能你都會在腎裡排出 所以自己的身體的機能 會蒸走它 所以喝得太多牛奶 也不是一個形成膽石的原因 除此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生活習慣 會令我們很容易幻想這個膽石 例如飲食習慣 吃得太多肥膩的東西 高脂肪的東西 高膽固醇的東西 是 還有缺少吃維他命C 水果那些 缺少吃水果也有機會 是的 但如果譬如 他剛才說減肥 減肥 你說如果短時間 譬如一個星期 減1.5kg 或以下以上的 便會提高風險 如果肥胖是容易有機會有膽石 那你會有甚麼建議 給肥胖的人去做一個調節 對 最重要是不要說突然間瘦很多 看回你的身體 究竟你每個星期需要瘦多少 這樣去控制住 不要說目標設定太高 這樣便會減少飲食膽石 但我完全不吃肉 也不是有很大的影響 不吃肉也沒有問題 有很多人是不吃肉的 是素食者 是 所以也不會令他有膽石的風險 我們剛才也提到 一些形成膽石的成因 若然真的有膽石 那應該怎樣處理 不如下一節回來 我們繼續跟醫生聊天 看看如何醫治好嗎 對,看看你有膽石的風險 在台灣上一張 所以我們想要做 我們算是否有膽石 大陸 在做 有膽石的服務 我們全都沒有藏,你怎麼會放 我單是一張 如果單是一張 我單是一張 我覺得這裡第一張 就是我單身 我不愛你 有甚麼材料 材料很簡單,就是秋葵 下鍋了 因為秋葵含有豐富的水溶性纖維 高水溶性纖維的食物 也可以結合膽汁 慢慢排出身體內 防止膽石的結成 先怎樣處理秋葵 我們要先處理秋葵 買回來的秋葵有一點毛毛 而且頂部有點髒 我們可以先披上頭 好,再把刀刀切掉 我們有一點鹽,輕輕地擦一下 散開… 好像挺好玩 對,這樣就會更滑 吃下去的口感就更好 第二個步驟就是要綠熟 中火,我們可以把它放進去 不僅是散開,還有毛毛也會很恐怖 感覺上有些…不知道怎樣 所以我們用那個鹽,剛剛去掉了 對 我先讓我開大一點火 開… 好 其實秋葵很快熟 煮大約一至兩分鐘就可以了 這樣也很快 對,其實我們說一下也差不多了 好,我知道它要洗澡了,對吧 對,我們要過一個冷河 讓我來吧 謝謝… 因為我們準備了一些冷水 讓它降溫 讓它先過冷河 好,過完冷河之後呢 我們可以開一半 切中間位置,把它放開 對 把它放開 大家就可以看到秋葵的真面目了 我知道還看到一些生粉 其實這些生粉有甚麼作用 生粉是讓蝦滑可以黏緊一點 對 讓蝦滑的過程也挺有難度 因為我們想要做得更漂亮 而且我很擔心 待會煎的時候,它會不會散掉 其實油的一定溫度就不會散 所以要大火一點… 好,我們可以下鍋了 要先煎在旁邊嗎 對,如果可以,就先煎在旁邊 讓它先黏住 連同秋葵,不會散開 反而是一個懶多 煎完旁邊,要煎肉的位置 很可愛 能否認識哪一隻 你煎,哪一隻是我煎的 真的不知道 不要緊,我們無分理我的 我們是一組 還為你煎得這麼豐富 這隻是我 不是,這隻是Jumbo 這隻是Jumbo 即是煎給我的吧 看來可以了,我們可以上一層 這隻最漂亮的Jumbo 完成了 我們的秋葵楊客王… 我選擇這隻,看上去更金黃色 還有灑了芝麻下去更香 秋葵因為很爽口 對,蝦和秋葵很配合 而且這隻有點像別人的煎養三寶 但健康版 首先外面的煎養三寶 經常都飆油 我們這隻比較少 而且秋葵本身也很健康 對 蝦也很棒 所以這隻是值得推介的 對 我們是畢業嗎?算了嗎 算了嗎?我給你80分 80分? 還要待進步 你怎麼也要比我高分 80.5分 我會繼續努力 一起努力,繼續吃 膽石跟很多其他消化系統的病 因為飲食習慣的問題而引病 你知不知道有甚麼飲食習慣不好 就會令他有膽石嗎 我乾媽跟我分享 因為她去國內工作 差不多一年多、兩年 住的地方附近 有一間小炒店很好吃 所以她經常在那裡開餐 對 吃炒肉、炒菜等等 她也發覺國內的那間店 特別有利 後來發現原來是用地溝油 可能是地溝油 不知道 至少知道是豬油 豬油一定是 所以回來後 發現自己以為自己有胃病 後來就知道是膽石 不知道會否是 因為吃了一年多的豬油炒菜 所以就有這個問題 那麼多油食物是否一定不好 當然不好 因為膽固醇是最主要膽石的原因 有差不多八、九成 其實你積聚太多膽固醇 在膽子裡自然就會結石 如果你說你天天吃豬油飯 它很好吃 因為用豬油炒菜是特別香 是 大家都明白 你說了很多次 除了豬油之外 豬油也不好 其他有甚麼油是比較好 或者其他有甚麼油是沒那麼好的 有些植物類的油會比較好 是 粟米油發生油可以嗎 最主要是膽石來計 這些油是不行的 粟米發生油也不行 也是不行的 但有時候某些油 不是動物油的話 可能對心臟會比較好 但對膽來說 其實也一樣 即是甘草子、橄欖那些 可能比較好 凡是油也不好 凡是油也不好 即是不要加那麼多 是的 如果我很喜歡吃油炸的食物 現在可能要解釋 但如果我用薯仔去焗 焗得脆脆脆脆的就行嗎 如果你完全不加油 其實跟膽石沒有甚麼關係 總之沒有油就完成了 對… 我想問有些人經常說 你的膽子… 你的臉是黃黃的 你是不是膽子有事 那是否有關係 我也有關係 不過最主要是膽管塞了 其實大部分人的膽石 在膽浪裡面 是 若然膽石的任何原因 掉到膽管裡 是 會塞住膽汁 出不到下面的十二支腸道 是 如果膽汁出不到十二支腸道 你會在身體積聚 變成了黃膽 眼黃 喔… 即是臉黃黃 那就有機會 即是這麼不幸 有這個問題 我們怎樣去解決 怎樣去醫治呢 醫生 好看他膽石的位置在哪 如果這麼不幸 膽石真的在主膽管裡塞住 或者塞住胰狀膽管 導致胰狀發炎的話 我們有一種微創的內規鏡手術 可以幫助拿走膽石 做法是從新進的內規鏡 一直沿著食道 和圍入到這裡 這部分就叫做十二支腸 這裡有一個門 我們在這裡 新一些儀器通過門 進入主膽管裡 可以用一些方法撈走膽石 令膽石不要再塞住主膽管 患膽石的人 通常會是甚麼年齡層 或者性別的人多 女性是比較多的 為甚麼 因為賀爾蒙影響 女性患膽石的比例 是比男性高的 年齡上 其實成年人的機會已經高了 年齡越大 沒有甚麼特別的分佈 不是說年齡越大 就會特別容易患 那有沒有甚麼辦法 可以預防這個疾病 預防最主要就是 剛才所說的 飲食習慣 高膽固醇的東西 肥膩的東西 盡量少吃 還有多吃點水果 還有多做運動 多做運動 是的 多吃水果 如果你想主動一點 可能多吃魚油 那些 因為有研究顯示 魚油可以減低患 膽石形成的機會 對,但我喜歡吃魚生 特別喜歡吃拖羅 魚油很豐富 多吃一點的可以嗎 也可以 不過你不知道要吃多少才行 對,可能要吃很多 不就是多吃一點 你請我多吃一點就行了 我沒有錢 你沒有錢 我想多問一個問題 我乾媽割了一口 影響到她有時跟我吃拖羅的時候 也要注意一下 因為她不吃得很油膩的東西 因為一吃她就會很快要去洗手間 那這個是不是以後也是這樣 其實很多人做完割膽手術之後 都是會吃肥膩的東西的時候 會有肚餓的情況 是 因為最主要用膽的功能 是用來儲存你的膽汁 讓你吃肥膩的東西 它會擠出膽汁 就幫你分解肥膩的東西 如果你沒有了這個膽 變成膽汁就不能有需時擠出來了 是 今天很感謝李醫生 上來跟我們講解關於膽石的問題 也很感謝Kawai 將她的乾媽搬出來 跟大家分享她的乾媽的病徵 和病歷 我們有什麼不舒服 就快點找醫生診節 沒錯 謝謝大家收看我們新醫館 時間差不多了 拜拜